看起來比較輕盈 嚴格加起來這裡是中宮 所以看到這個日寫的比較高 是要收緊這個中宮 然後這屬於伸展的筆畫 就跟拉長沒有關係 這裡是中宮收緊 顧就寫中 可能前面那個字輕 這個字寫中 而且你可以發現如果說 真的用倍數來量都是三四倍 不是一倍兩倍而已 重量 這次也算重 不過感覺比較重在 在右邊 左邊當然也是密 那右邊這裡 寫緊 也有點重量寫的比較密 那書還比較密 只有這一筆輕的 比較重 所以這次看起來比較密 那圍呢 看起來比較舒朗 是很輕 我們圍寫很多次 有時候寫得非常的重 有時候寫得非常的輕 這是必要的 我一句 寫字還真的是 老眼昏花的 好吧 這樣 融 所以年輕就是本錢啊 要靠著年輕先練習啊 把年輕的時候把融 那個蠻的都練起來 否則老的時候 就只能吃老本 眼睛不行 體力不行 記憶力也不行 好多個不行 還好年輕的時候還蠻認真的 現在還可以吃老本 以前年輕的作品 有時候都有留起來 那時候我都覺得那是高仿真啊 雖然聽在作假 靈鐵就像作假一樣 都想不到長得很像 現在沒辦法了 現在沒那個專注力 而且以前 年輕的寫字的時候 零等像就算 其實都是旋晚 現在啊 旋不起來了 大字有辦法 小字不行 以前是大小字都嘛 旋晚 都覺得沒差啊 旋晚很自由 也不會酸也不會痛 也不會抖 現在就沒辦法了 好 我說這個不是說旋晚比較好 我是說 年輕的時候很多東西都可以練習 不用排斥啊 不然等你到一定年紀 你想再練習 都沒有那個力氣了 不是你天資不足 還是生理的問題 所以我都會鼓勵大家 年輕的時候都寫幾種字體 不要只寫一種 等你到老了想再換 你都換不了 那根深蒂固的觀念 會讓你學不了新東西啊 不過如果你真的這樣 跟你的書法老師講 他一定滿 沒定性 沒定性 寫個書法字 寫沒三年就想換 跟我的標準不太一樣 我寫不下去三個月我就換了 寫的下去我可以寫一年 我來看情況 不是什麼東西都要寫 什麼東西都要寫 都要寫三年訓練定性 人生有多少個三年 三年後你就不想寫了 覺得還滿無聊的 被限制住 所以每個人對事情的看法都不同了 還是回到那句沒有對錯 自己選擇吧 好 今天就把這三個字寫完 搞一個段落 今天是禮拜天 今天還要上班 好 這樣畫腳步 歸心事件 好輕喔 好輕喔 好輕 好長二加重 四又變 又重又變 又重又變 好 歸心事件